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看一個立體 一個立體 假設有個電廠是這個樣子 它是一個均勻的平面波 均勻的平面波 撞直到半徑為B 這個B呢 比雷達波的波廠 要小很多很多 界電常數是SigmaR 界電子小球 就像 這個樣子的 像這個樣子的 這是平面波從這裡進來 然後撞擊到它 那麼假設 這個坡撞到這個 這個 小球的時候 它的電廠 就會使得這個 解電子球 極化 這就是它的極化密度 我們知道極化密度 跟電廠有這個關係 這電磁學的 電磁學的 然後如果這個EI 它是一個 均勻的進電廠 均勻的電廠的話 我們在電磁學裡面 已經證明過 Polarization 是等於這個值 等於這個值 它就是引用電磁學的結果 就是說 我們現在知道它的Polarization 現在要求 後向散射橫接面 還有球 如果這個小球 它是直徑為3mm的球狀雨滴 它對頻率為15GHz電磁波的 後向散射面積 是SigmaBS 求這個面積 求這個後向面積 假設這裡頭的SigmaR 這個時候是55 好 那現在我們 怎麼做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們就看 第一個 它要我們求這個 這個跟什麼有關呢 跟這個有關 這個就是兩個 雷達到這個雨滴的距離 然後這個是雨滴 雷達到雨滴的時候 到雨滴那個地方的功率密度 這個時候 它是從雨滴那裡頭 輻射出來的 輻射線到達 原來雷達那個地方的功率密度 好 現在我們 再看 你現在就要求什麼東西呢 求SI跟SS 對不對 要求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 功率密度是跟什麼有關係啊 跟它的電場 我們知道功率密度呢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數字 我們先看下面這個數字 可以用這個來代表 可以用這個來代表 有沒有我們以前講 裡面電子波的時候講過這個 可以用電場 那 絕對值得平方 以2heta0來處 好 然後要求電場的話呢 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個小球 小球它不是被激化了嗎 激化以後啊 因為它不是一個靜電激化 它是 它電場是變動的 所以它感應出來的偶疾啊 也是一個震動的 好 它這個是 它的 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就是等於 polarization 乘上體積 單位體積的 單位體積的 diple moment 叫做 polarization 所以 這個偶疾 偶疾矩 就等於 polarization 乘上 整個的 這個 體積 這體積就是 球的體積 我們把P 前面這個P值 帶到這個裡頭來 那就可以 像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就表示說 界電子小球 就像具有 電偶疾P 能夠發射電磁波的 基本電偶疾子 就算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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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的偶疾子 好 那麼我們現在講 Hurion Dipo Hurion Dipo Hurion Dipo 裡頭的P 是等於這個 Q是等於這個 合併以後啊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Q 帶到這裡來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 Dipo Moment 跟 IDL的關係 找出來 然後我們就 帶到這個 Hurion Dipo的 原廠 它的 原廠 原廠本來是這個東西 好 那你現在把這個 IDL 用 J Omega P 來帶 就變成這樣子的 欸 變成這樣子 好 這個是 Hurion Dipo的 原廠 就是 從這個 Particle Particle 然後 輻射出來的 這個 輻射線 它的電廠 原廠的情形 是這個 好 那現在我們看 當這個電廠 傳達到 雷達的時候 從這個 Particle 反射到 雷達的時候 那 E Theta 就等於 Es 就是 雷達 所收到的 電廠 然後距離是 大R 就等於 小R 就等於 兩個 雷達之間的 距離 於是 我們就可以把 Es 就 用這個 E Theta 來帶 它就是 E A Theta 方向 A Theta E Es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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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 P Dipo Moment 帶進去 Dipo Moment 就是我們剛剛 求出來這個 帶進去 就變成這樣子的 Es 等於這個 這個 後向散射 時間平均 勾力密度 帶著這個 這個 我們以前用過 對不對 我們現在 假設它的 Theta 是等於 二分之π 因為它這個 跟Theta有關 我們就假定 Theta等於 二分之π 它就等於 這麼大 然後 同時呢 我們把這個 R 當作很遠很遠很遠 很大很大 一波長大很多 那 這一項 慢慢糊糊等於 1 那這個 S呢 就等於這個 我們求出一個這個來囉 好 入射坡的時間平均功率 是等於這個 這是入射坡的 平均功率 它 有告訴我們入射坡 你看這題目 入射坡這個已知喔 這個已知喔 這個已知喔 已知 所以 這個 可以求出來 好 現在我們把 這個式子 連同 就是SI 跟SS S SI是這個 SS是這個 帶到 這個式子裡面去 就是我們剛剛寫的 第一個式子 你可以求出它的 後向散摺痕界面 等於這個 這個 OK 這個我們就不詳細去推導 就是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說 它告訴我們 它的頻率是15Ghz Levelness 20mm 雨滴的半徑 2分之3mm 這個時候我們帶到這個裡頭去 可以算出來啊 它就是1.12mm 平方 因為它這個是什麼 是面積 接面積 OK 原來m2是用這個 只是這個 好 那麼 後向散摺面積 與球鑽 雨滴的幾何界面 的比值 你看 雨滴是這麼大 後向散摺面積呢 是這個 其實後向散摺面積啊 那沒有雨滴這個界面來的大 它只是雨滴的界面的 一個分數而已 OK 好 現在我們就看 發射 跟吸收系統 Transmit Transmit Receive System 這一節我們要探討什麼呢 發射天線跟接受天線之間 接受功率傳送的關係 傳送的關係 譬如當同一根天線 一方面 向標的物發射短暫的輻射 脈衝波 另一方面 又從接收 另一方面又接收 從標的物反射回來的脈衝波 這樣的發射接收系統呢 我們就稱它叫做雷達 對不對 雷達就是這樣子 它發射一個脈衝波 然後碰到物體以後 反射回來 那麼 這個 從放射到它接收這個時間 乘以波數 乘以波數 那就是距離 這個距離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 雷達跟這個物體之間 距離的兩倍 因為它來回 底下我們還介紹一個 FREES的傳送公司 又稱為雷達方程式 好 現在假設 有兩個通信台 一跟二 距離是R 圓 它的天線有效面積 第一台 第一個電台 它的天線是AE1 Effective AE1 AE1 第二台的是AE2 那麼是探討 這兩台發射與接收功率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從 這個PL跟PT 這個前面講過的 PL PT就是發射 發射的功率 PL就是 你這個接收的功率 效的耗損功率 接收的時候耗損的功率 這兩個筆值 從十一章的三十四節 我們可以知道 它是等於 AEB 這個是第二個 接收物體的這個 有效面積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台 A就是代表第一台 它的這個 方向性 正義 方向性正義 那麼 它是等於這個值 那麼 還有就是 前面也講過 這是方向性正義 它是等於 有效的面積 乘上前面這個系數 從這 從這 我們把這個值 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這裡頭去 那麼 就變成 現在這 AEB 我們就AE2 來代表 這是接收的 第二台的接收的 這個 它的 有效面積 那這個呢 GD1 本來是DA 我們是第一台 我們就用這個來帶 那麼 我們可以 把這個關係 這個 用這個帶 用這個帶 這個 結果就變成 這樣子 這個 現在這個 變成E 這個就變成AE 變成這個 這裡我們就得到 PL 跟TT 之間的比值 是跟 這兩個的 有效 天線的有效面積 乘積乘比例 跟R的平方乘乘乘比 就是兩個 台之間的距離 平方乘乘乘比 還有它波長的平方 乘乘乘比 波長的平方乘乘乘比 這個式子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再將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式子 帶到這個裡頭來 帶到這裡頭來 於是 我們就可以得 那當然 你這個地方 用 AE1的話 就是用D1 AE2的話 就是用D2 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這是44 這是5 那麼 這兩個 式子 是假設 匹配狀態 就是有最大功率傳遞的狀態 以及天線本身的功率耗散 可以不激的狀況之下 它的 這兩個 都是它的功率 好 現在 我們現在看 假設我們有一個 天線 它發射一個 短暫的邪陣 脈波 功率 然後它又兼 接收的一個天線 又兼接收的天線 這是一個雷達系統 當發射功率 是等於PT的時候 就是它 它是發射天線的時候 功率是PT 那在R遠處 標的物的功率密度呢 是ST 就是它這個功率 雷達發射的電磁波 到達標的物的時候 它的功率密度是這個 那我們知道 這個關係是這樣的 這樣的 OK 如果 這個就是天線在標的物方向上 你天線 比如說你會發射 發射這個 電磁波 它有它的Pattern 對不對 那麼Pattern 當然我們最好就是 正好對著 對著這個標的物 那就是讓這個 爭議最大 最大 就是說它在這個方向上面 當然 如果你沒有正對它的話 它的方向不見得是 是最大 反正就是說 它是天線 在標的物方向上的 方向性爭議 好 如果這個 Sigma BS 是標的物的後向散射界面積 好 那麼我們假設它後向散射的話呢 是各向均勻的 各向均勻性的 那各向均勻性的話 這是 這是 這是界面積喔 這個是 這是界面積喔 好 我們知道你要這個界面積乘上這個 才是等於它的吸收多少功率 因為它放射出來的總功率呢 就是這麼大 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而接收天線的總功率 接收天線 總功率是這個東西 它功率密度就是這個 就是它接收它的功率 就是從那個標的物理所放射出來的 好 現在令天線的有效面積 A1 為A1 那麼它的功率呢 接收的功率就是等於 這個界面 乘上一個 這個是有效面積啦 剛剛我們說它的功率密度是這個 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就是單位面積有多少 那乘上的有效面積 它就總共 它吸收的 接收的功率就是這個 然後呢 那麼我們把這個 ST用這個帶 然後再把這個式子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來 那我們就得PL over PT PL over PT 是等於 等於這個字 這個式子我們就稱它叫做 雷達方程式 雷達方程式 你發射的功率 就是它吸收 接收的功率 接收的功率 那它 這個不可能比這個大 所以它 它的這個 接收的 是它原來放射的幾分之幾 這成本雷達的 雷達功率 我們由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把雷達公式 寫成這個樣子 我們本來是用這個 用這個方向性爭議來表示 那現在我們用這個 有效面積來表示 就是這個 所以兩個筆直 就是等於這個 雷達訊號在天線與標的物間 做網復之傳送 它接收功率跟天線 與標的物間的距離R的四次方層 成反比 就是說這個功率啊 接收功率 是放射功率的 沒有這麼大了 它的比值是什麼 R的四次方 成反比 你距離越遠 那麼它 吸收的這個功率的乘數 就越少 好 現在我們看一個 這個 例題 假設在三個Gigahertz 頻率的驅動下 像五十個K瓦功率 的一個雷達系統 這個功率輸入一個雷達系統的天線 就是它的驅動是這個樣子 頻率是這個 它的電源是 瓦特數是這麼多 然後 這天線有效面積是四個 meter square 好 輻射效率是百分之九十 那麼可增測到的訊號功率 是1.5個Picowatt Picowatt Picowatt就是十的負十二次方 它增測到的訊號 可以是這麼小 天線在接收訊號時的功率 反射係數是0.05 反射係數 就是你接收到的功率 你不是全部反射出來 只有原來的0.05可以反射出來 進來計算 這個雷達在偵測一個後向 散射界面積為一個meter square的標的物的時候 要偵測它最遠最遠 要有多遠才可以偵測 就是說它能夠偵測到的最遠距離是什麼 超過這個距離它就偵測不出來了 好 我們現在看 頻率 我們先把頻率寫出來 3GHz 這個頻率之下的波長相當於0.1個meter 0.1個meter是多少 10公分對不對 10公分 雷達波很短 天線的有效面積 是4個meter 這是發射天線 天線的輻射功率 輻射功率的話 它是我們輸入的是50個k瓦 那麼它的效率只有90% 能夠輻射出去 能夠輻射出去 就是你輸入的電功率 要轉變成為電磁波的功率 不是全部都轉出去 就這麼多 乘上0.9乘這個 好 然後天線的接收功率呢 接收功率 它能夠接收多少 最小的是這麼大 好 那麼 它現在比如說 它現在天線接收了這麼多功率 可是啊 這個物體吸收了這個 天線的這個功率以後 反射回來只有0.05 反射只有0.05 反射係數0.05 那麼 它接收 接收 接收信號 接收信號是這樣的 比如說它接收到本來 沒有這個反射的話 就是說它接收 全部都接收回來了 就是1對不對 就是PL 可是它現在有0.05的這個 這個東西 反射掉了 反射掉了 所以它真正接收到的功率呢 就是PL乘上1-0.05 然後這個等於這個東西 那麼前面 講的這個好像有點 講的不對 就是天線在接收信號的時候 並不是物體在反射 天線在接收信號的時候 功率反射係數是這麼多 就接收這個東西的時候 一個功率 有一部分反射掉 那就是PL要乘上1-0.05 才等於這個 所以PL就等於1.58 這10的12次放個瓦特 後向散射面積 這個 我們現在把這些值 都帶到這個式子裡頭去 PL over PT 等於BS Sigma BS OVER FOUR PI A1 這個 帶進去 那麼我們可以求出來 R的四次方等於這個 把這些值都帶進去 這個有了 這個也有了 A1也有了 Limina也有了 帶進去 算出來是多少呢 42公里 這時候我們可以測 這個物體在42公里 這時候我們還可以測不到 可能再長的距離 我們就測不到 好 現在我們要介紹 人造衛星通信系統 它是利用運行在地球四道平面上的人造衛星 建立而成 我們把人造衛星放出去 有的人造衛星是繞著地球在轉 300公里 400公里 500公里 600公里 這樣轉 那個是移動的 有一種人造衛星呢 它是叫做同步人造衛星 同步 同步人造衛星呢 它就是跟地球一起轉 所以你看這個 如果這個人造衛星在你的頭頂呢 那麼它始終都在你的頭頂 因為它跟地球一樣轉 一起轉 不過這個人造衛星呢 當然不會在我們的頭頂 我們不是在赤道上面 它一定在赤道面上面 在赤道面上面 好 那麼同步人造衛星的軌道半徑 就是它 同步衛星到地球的中心 是四萬兩千三百公里 那地球的半徑就是地面 地面距離地心 是六千三百八十公里 所以同步人造衛星 約在地面上面 三萬六千公里 三萬六千公里 這個相當相當的高 我們一般那個 移動人造衛星到幾百公里而已 好 人造衛星 它接收地面通信上的高增益天線訊號 就是說地面的這個訊號 用這個 從通信站裡面 用高增益的天線 把訊號送出去 然後人造衛星就收到了 然後收到這個訊號以後 把它放大 以不同的頻率傳回 地面通信站 只要在赤道面上 就是說這個就是 我們把這個訊號傳上去以後 然後它可以把這個訊號放大 然後在不同的訊號呢 用不同的頻率傳回來 我們只要在赤道面上面 用三個等間隔的人造衛星 這麼做 就一個地球 你在赤道面上面 赤道面上面 用三個人造衛星 然後這個三個人造衛星呢 把這個訊號傳回地球的話 大概大部分的地區都可以收到 除了兩級之外 從人造衛星的通訊電路中 分析天線功率的爭議的時候 要應用兩次的福利斯公司 我們剛剛講過這福利斯公司 用兩次 它這個是一個是發射一個接收了 所以上行的時候 地面上的發射 那麼人造衛星上是接收 然後從人造衛星上面 再輻射回來的話 那就反過來 人造衛星那個是放射的 地面上的是接收 要用兩次 這種的故事 OK 好 現在我們就來 看一種波 電磁波 傳播 電磁波在地面傳播的時候 在地面傳播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這個 有一個高度為H1的發射天線是A 它距地面呢 距離這個地面是H1高 在相隔低遠之處 另外有一個天線B 它的高度是H2 好 那麼 如果天線A為基本電磅椅子 基本的電磅椅子 那天線B所接收到的訊號 它有兩個 一個就是 從A直接到B的 這個我們稱它叫做 Ec1 另外一個呢 也是從它發射 不過呢 它是發射到這個 地面以後反射過來 正好這個角度可以反射到它這裡去 那麼 所以它是從這個C點反射回來的 我們假設這個電場是Ec2 那麼它所接收到的電場 就是這兩個電場的向量核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HERCHAN DIPO裡頭的這個 寫到這裡 前面這個我們都當作是一個常數好了 就留著這個 這三個在這裡 那Ec2呢 Ec2 它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說這個 現在這個距離用R' 用這個R' 就是 這個R'就好像什麼 好像是從A在地面下的一個影子 A' 所發射出來的 所以這個R' 不是指這一段 是這一段 從這一段發射出來 那麼它是Ec2 Ec2 不過Ec2呢 它沒有這個牆了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沒有出來 這是一個平行的 平行偏正的一個反射系數 平行偏正的反射系數 要呈上一個打個折扣 沒有這麼大 好 那麼我們把原來HERCHAN DIPO裡頭的這個東西 因為它是K K 那這個為平行偏正電磁波的反射系數 那R'呢 是AC加CB 等於A'B 就是這個 A'B 它是這一段 加這一段 其實距離就是這一段 加這一段 好 我們把 一般說來 一般說來 這兩個並不是平行偏正 但是如果 這個D很大很大 就D比這個兩個天線的高度 都要大很多的時候 那麼θ 我們媽媽糊糊可以看成是θ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 比這兩個距離要大得很多的話 那這個就等於好像很近很近的 那這兩個 很近很近的 那θ 媽媽糊糊等於θ'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 兩個 是合併 兩個合併 那就是 θ 就等於 本來是這兩個之合嘛 對不對 合併以後啊 你看我們就把這個 保留 把這個 媽媽糊糊的保留 這個就跟我們前面講那個 二元天線一樣 那個r' r' -r 會 在exponential裡頭 因為你這個 exponential裡頭 這個不能夠把它當作1 所以這兩個合併以後 就寫成這樣子 那這裡我們用F來代表 F呢 就是等於這個字 等於這個字 OK 那麼r 我們現在來看 F是等於這個 那現在我們看看這個到底是 r跟r' 相解有什麼關係啊 r 我們看 這個三角形 看這個三角形 從這裡 畫一個水平線到這裡來 畫一個水平線到這裡來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那麼r平方呢 就是等於 水平的d平方 加上這一段的平方 這一段平方就是h2接h1平方 然後把這個 d拿出來 d拿出來 然後這個用2相式 並展開 變成這個東西 展開變成這個 那r'呢 我們就看這個三角形 從b 點 做一條平行線 跟地面平行的線 到這個z軸 到z軸 這個直角三角形 那麼r平方就等於 等於 第一平方 加上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呢就是 h1加h2h1 h2 h2是這個 加上h1 這一段加上這一段 這個平方 然後再開平方 就變成這個樣子 也是二相式定義把它展開 然後這兩個的x呢 r'-r 就是等於這個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值 帶到這個裡頭去 帶到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去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f呢 如果土地 如果我們的這個地面 土地可以當作是一個理想導體 那麼它的gamma 是等於-1 gamma等於-1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因為-1了 所以這就變成 負的這個值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像這個我們用一個技巧 就是提出這個角度1 2分之1 提出來 然後裡頭就是變成這個 兩個exponential相解 那這個就變成sine 2j sin 但是這個 這個sine呢 2j j我們就不管它了 j是 我們當作是絕對值 我們取它的時數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補充說明 沒有給它上顏色 沒有給它上顏色 這是我補充說明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是 R'等於這個 對不對 等於這個 F等於這個東西 你把它帶進去 最後就變成 變成這樣的 就是Eθ 我們現在把它帶到Eθ去好了 這個 R'-R 帶到這個F裡頭 exponential的這個次方裡頭去 然後把這個F呢 帶到這個 變長裡頭來 我們就得到這個值 那現在我們就 這個就是它的模式 就是喔 我們一種天線 我們就要看它的這個 這個模式函數 模式函數 這模式函數現在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模式函數啊 跟以前的二元正列的這個因子相似 二元正列 就是兩個正列 我們倒出來是這樣子倒了 最後變成 變成這樣子了 這個是說它後來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目前我們就比較這兩個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上次就顯示 H1 Dilemna 等於定值的時候 H1 天線的高度 波長定值的時候 接收天線B的電長 會隨著H2比上D的比值而改變 而有0值及最大值 就是說你這個H1 跟Lamina是定值 Lamina定值 那這個F呢 就看這個H2比上D了 H2比上D H2就是天線的高度 D就是這個 D就是天線 兩個天線之間的距離 那麼F呢就稱為路徑正義因子 叫Path Gain Factor 它的值 因為這個是絕對值 Sine的絕對值 Sine的絕對值就是0到1之間 所以它就是從0到2之間的變化 好 以上是介紹我們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在這個地面上附近傳播的時候 現在我們就要看其他種類的天線 前面所講的天線 一個特色就是 它都是一根一根的 這個天線 這種天線呢 根據它的長度啊 等等 它所輻射出來的這個坡 都是有一種 偏正方式 偏正 那幾乎都是一種線偏正 都是線偏正 以θ 它電場是在θ的方向 好 那實際上的天線呢 有著不同的形狀 與大小 每一種天線 都是根據它使用 特性而設計的 所以 以上的天線 有它的缺點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